那场晚了二十年的床剧 因一个回眸 一个转身 悄悄在那刻纠缠 曾经的爱随着眼泪肆意的流淌 再也忍不住 再也无法隐藏 翠花身处一个单亲家庭 与妈妈相依为命 而那天一封意外的信件 第一次让她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 翻起曾经的旧相册 回忆着信里的内容 那二十年的分别 成了自己母亲允熙心头 无法磨灭的悲楚 平日里的母亲故作坚强 重复着一些不堪的工作 在这人世间浪费着自己的生命 深深隐藏了内心压抑的自己 就连吸烟都要躲在楼下 看了那附近的翠花 第一次看出了母亲心头的孤独 前所未有的旧情 以及对如今生活的不满 翠花想要帮母亲 了解她曾经的故事 属于她的一切 不如再看到这样颓服的母亲 那一晚翠花试探性的 说出了那个请求 出国旅游的契机 也是那天 允熙看到了那封信 来自自己心中 那个无比温柔的她的来信 那一刻她无法释怀了 母女间的粗息长谈 却那般的隔阂深重 而翠花也说出了心头的伤心话 那封信勾起了允熙的回忆 她内心再也无法忍受眼前的一切 而同样的不同国家的一个小城市里 有一个看似把自己照顾的很好的女人 正在勉强自己应付生活 曾经的她因为那封允熙的信 再次温柔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